长达一周的学校假期即将开始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假期的意义 两年多的疫情让人们的生活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在这个期间要安排假期的活动也面对了不少的局限 不过如今疫情缓解了人们对假期是否有了不一样的体会呢 接下来的假期安排又会有和以往什么不同吗 我们欢迎四位嘉宾 首先就是旧吧城市频道城市早点名的四位主持人 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他们有盛阳大哥、益鑫、家镖以及维莹 四位好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晚上好 清凯还有九位 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问问孩子还在上小学的家镖好了 家镖下周就是九月的学校假期了 这个星期的假期你为孩子做了什么样的安排呢 是九月对他们来说不是假期 是要努力读书 没有 我终于刚好就一个星期 其实要安排所谓的出国假期是有点小困难的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其实有安排在12月的时候会带孩子出国走一走 像我们照说在过去两年的疫情底下呢 可能真的孩子们都是所谓的住宅假或者是在新加坡旅游 所以十月底会带他们出去走一走了 但是九月呢太短了 他们还有一些课程 而且女儿目前小五嘛 可能还有一些要准备就绪的这小六会考等等 所以我觉得九月呢还是让他们加把价 好好的盼望这12月爸爸给他们的surprise的这个假期 所以九月呢孩子们继续努力一下 当然我们可以去这个看看开凯跟佳佳 因为他们继续会留在新加坡 干我们在新加坡干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知道 所以可能会到这边去看看他们了 对加标的计划就是还是在地旅游 然后恶补功课 对不对 一星年的孩子呢 是不是也要得在假期里面温习功课呢 这的确的 但是这个功课不是我给的 这个功课是老师给的 因为我的大的女儿跟加标的孩子同年 所以呢明年就小六会考了 我说女儿啊 你要不要把你的功课写在白板上 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怎么排 结果从上面写到下面十几样 我说那你给我在家里补功课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放松啦 所以可能会安排一些 可能到飞行公园啊 或者是到这个儿童乐园去玩一玩 让他好好的放松 我觉得假期就是要让他跟平日的上课不一样 可能可以睡迟一点 稍微偷懒一些 总结果就是要好好的休息了 对假期本来就要是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对那绝对是的 就考更多的试 那么盛阳大哥 958的听众朋友呢 有没有分享到他们的一些安排呢 958的听众朋友 很多都是像我这种阶级的人 爷爷奶奶级的那种 所以小学或者说学校 九月学校对他们来讲呢 是看孙子的时候了 因为这个九月份的 就一个礼拜的假期 可能出国的这个机会也不大 所以很多孩子会留在家里 爷爷奶奶们 就要负起这个长辈的责任 当然我也希望 这些听众朋友呢 不要因为这个 参加看待久了 就忘记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有话自己说 一直打电话进来 那么维英呢 维英在这个两年当中的放假时候 您都是怎么去安排 怎么过的呢维英 对我来说 放假就是休息 就是把自己与世隔绝 所以不要来打扰我 那当然就是过去两年 我没有办法出国 那我以前的放假日期 都是去出国去看看世界 那过去两年因为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都是在家里 或者是宅度假 那我觉得那个意义没有变化 就是还是以休息为主 然后要走更长的路 一星你同意这个维英的看法吗 因为过去两年 我们确实都得要在家里 或者是在本地度过 你觉得这有没有改变你以往 对于假期放假的定义呢 事实上真的是因为这两年 我们哪里都不能够去 然后待在家里 我以前真的觉得 为什么每次放假 带孩子出国玩呢 我觉得在新加坡也很好 但是两年多的这个闭关 让我觉得有机会出国 那还不赶快去 为什么要等呢 以后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不是你想走就能走的 所以在去年我们开始解禁之后呢 其实我已经带孩子去了很多短的旅程 我们也不敢去长的 像我们坐了无目的地的游轮 我们去了马来西亚 我们去了泰国曼谷 我们去了印尼的明丹岛 所以就觉得说 虽然只是小小的假期 但是我们把孩子一起带在身边 去看这个世界 去享受在一起的时光 那很多朋友会说 你在家也是一样啊 但是因为我们在家 爸爸妈妈就会很容易 可能忙家务啊 忙工作啊 就手机也放不下来 但是如果你去旅游的话 你真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真的把精神都放在 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 从事不同的活动 所以我真的真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反而更珍惜跟孩子 跟家人可以出国的这个时光 是 在就学时期 孩子的陪伴 对跟孩子的陪伴 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盛阳大哥 有没有一种隔代的 另外一个看法呢 在这个假期 还有放假的定义 这两年多来 是否也让他们 也有些改变 甚至是你自己 对于这个定义 有哪些想法 在我们那个年代 假期并不是一定要出国 我们那个时代 也没有说假期 就有这个能力出国 所以以前的这个学校假期 对我的孩子成长之后 我说那留在家里 或者说最多是一起去吃个饭 还是怎么样的 那么现在的小孩 可能比较幸福了 像易新 家彪 他们一放假就带孩子出国了 那么对于现在这个 因为孩子都大了 所以学校假期 对我来讲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不过这个疫情期间的这个假期 那么我们都避开学校假期的 我跟我孩子的这个staycation 都是根据他们的时间 当然没有出国 也会在一些酒店 做一些短度假的 在这个情况 觉得在家庭凝聚力方面 还是有点小点 加小的收获 很棒 可是我们说到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你觉得家区是不是 真的就应该带孩子出国 然后拓展视野 看看世界 然后从中教育他们一些 在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没错 其实因为我觉得大文出国 除了当然就是享受 跟平日不太一样的 一种感觉之外 其实我们到国外走一走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些 当地的风土民旗 我们也可以借此 告诉他们当地的一些 当地人的一些生活习惯 因为其实讲真的 现在的孩子 就如上大哥所说 真的很幸福 当然家长可能就是说 假期大孩子就走一走吧 但是再走一走 享受人生的当儿的话 我觉得真的可以借此机会 让孩子们可以学习更多 所以像我们自己本身 在早班的时候 也会特别做一些节目 来带领这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学习到更多 比如我们在疫情期间 不能够出国的时候 我们就是广邀海外的朋友们 通过视频 让我们看一看 外面的这个世界 从中真的学习到当地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说 大家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 来认识 所以我觉得带孩子 出去走一走 当然孩子们一定很享受的 比如他们就觉得 只要走出家门 住进酒店 有游泳池 感觉就很棒 对不对 享受那个冷气房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在享受 当儿真的真的 借此机会 不论到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西安国家 或任何地方 只要当地有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一些可以跟他们 让他们去深思和讨论的话 我觉得作为家长的话 应该借这个机会 让他们去学习的 是 那么维颖 这两年多来 是否让你有机会 重新认识新加坡呢 当然 这次就很高兴 可以跟朋友 跟家人去游 比如说新加坡河 比如说我们的滨海湾 花园等等 因为这些东西 是我们通常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平日 没有办法去的 通常都是旅客去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放假的时候 没有地方去的时候 我们就很想探索新加坡 那时候我们有探索 新加坡的礼券 所以都用在这些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 两年的情况下来 真的去了好多地方 也去了很多酒店 去度宅家 当然我已经除了在新加坡 自从各国就逐渐放宽 边境措施以来 你是曾经出国了吗 那么你在出国之前 你会考虑哪些因素呢 还没出国 还没有机会 但是有计划 就年底的假期 可能会到国外去休息片刻 那我觉得国家方面 就选择国家方面 大致上还是一样的 因为毕竟口袋有一个名单 想要去的地方 那但我们选择可能住宿方面 或者是一些行程方面 就有所改变了 因为会 这次我们决定是说 全程住酒店 因为平时我们都是住民宿的 那民宿可能一些政策上 或者是一些疫情方面的改变 或许 这个当地的一些民众 不了解怎么帮助外国的旅客 那如果你住酒店的话 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酒店的员工会比较清楚 要怎么样去帮你 那另外一点当然就是保险了 我觉得之前我们都是买比较基本款的 那也不要去 也不会去看 里面会有怎么样的这些条文 但是这次买保险的时候 我就会清楚地要知道 可能如果我确诊冠病之后 应该有怎么样的保障 或者是行李不见的时候 应该有哪些保障 所以那志向出国的这个情况 还是相同 但是注意的事项多了 听起来文英是一个做足功课的旅客 非常谨慎很好 那么一星呢 我知道你已经迫不及待 跟家人一起出游了 不过你在出国之前 对你来说 那个主要的考量又是什么 当然那个地方的疫情很重要 然后当地到底有多放宽 这个防疫的措施 还有一点我很关注的 就是汇率的波动 我们都知道这个通货膨胀 那么美元币值的坚挺 使得很多的亚洲货币贬值很大 但是新元却相当坚挺 所以为了做出国的准备 我也很关注这个汇率 而且要怎么样使用现在的新科技 比方说这种多元货币的电子钱包 所以下个星期 我要特别在空中介绍 这个多元电子钱包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我也访问了专家 要通过我的新节目 持家有道和听众朋友分享 所以下礼拜一定要留意收听 旧吧城市频道 那么家必要什么补充的呢 是 其实我已经跟一星是我搭档 我从他们上学习到很多 比如旅游须知 真的 我已经装备好我自己 在12月给孩子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从高妈妈 我们的五位英小妹妹身上 学习到很多 那潘爸爸会给孩子们不同的体验 重点我觉得出国 最重要有孩子的家庭 一定要确保孩子的安全健康 尤其刚我们提到保险的保障 当地的疫情 我觉得这是当父母亲 最关心孩子的这个部分 所以家长带孩子出国旅游的话 一定要注意到安全跟健康 是的 其实不管是生是学子 还是我们的上班族 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有自己的压力 也期待大家能够在这个学校假期 和孩子一起享受天伦自热 自己好好放松心情 谢谢四位 谢谢四位嘉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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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学校假期一到 如何为孩子安排假期课程 或活动变成了父母 最关心的事情了 稍后的《诗诚话译》 将会介绍本地两个艺术课程 看看如何让孩子 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 也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